《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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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皇上 起来吧 你上一次说 你回来是为了印翔 这是人之常情 没错 我是这样说过 印翔对你情深义重 他为了救你 可谓是用心良苦 可是 雅拉尔塔明威这个人 已经被朕赐死 不可以还活在世上 朕可以额外开恩 满足你一个愿望 明威还请皇上 给印翔一个希望 让他可以安稳地活下去 印翔啊 阿臣在 为保咱们大清的血脉绵延 朕要赐你们婚事 此婚的对象是 副部尚书 马尔汗之女 赵家世余宁 马尔汗还有一个女儿 我记得马尔汗是个儿子 赵家世余宁建殿 参见皇上 赵家世余宁参见皇上 快起来吧 谢皇上 这下好了 小薇不但没死 还有了新的身份 人家现在 是名正言顺的十三福建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 皇阿玛对他们的欺君之罪 就这么既往不救了吗 你倒是说句话呀 在朝堂上就不替八哥辩计 现在还在装哑巴 真是不够兄弟义气 十四弟 妨我以为你是一个重情重义的汉子 好了 你们俩就不要说十四弟了 别为难他 我已经看明白 也清楚了 皇阿玛自始至终 都没有把我放在皇位的集权人里面 任凭我再怎么努力 都是白费力气 我就不知道到底为什么 八哥通小谷间 才华学是不输任何人 而且还有贤王的美成 广得众人推崇 可 华阿玛就这么不代谢八哥吗 为什么 是因为我额娘 是个宫女 血头不够尊贵 那照八哥的意思 我们几个当中 只有老十四才能入华阿玛的眼了 哦 难怪十四弟没有为八哥说话 原来是给自己留后路呢 我若要和八哥争 我还会坐在这里吗 哼 的确如此 十四弟 八哥五 愿意把一切的资源 势力 全部都交于你 八哥五 到借了 这便没在桌子 老十蛋 老十二 老十二 久前年 没见到 但原来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